吳耀漢既然不想參與他的演藝工作 但在2004年吳家龍決定拍攝楊帆的陶式時 為何吳耀漢又反對呢? 你不想他跟張小偉合作 藏漸張小偉 不是 楊帆導演 我欣賞他的藝術 尤其是他以前做攝影的時候 我曾經看過他的作品 也很欣賞 但這部電影的感覺是由頭到尾 我覺得是很噪頭的東西 為何你會找張小偉 這個人不是演員 還有一個變性人 何麗秀 還有一個日本女性 重版興致 我也不知道當時的何麗秀是哪一位 我找我的兒子 身材很正 不如你做個藍術角有沒有興趣 我告訴他 卡尹找我 他爸爸 我終於有機會做主角 恭喜你 是第一部故事 是三級的電影 OK 接著下來就說 那有多少錢 他給我一百萬 你是不是在說謊 很高片酬的了 我又是一百萬那麼多 真的 又值得考慮 我問他 怎麼看呢 我問他 不用看 我問他 你不要拍 一百萬 但你收了這一百萬 拍完這部電影 你玩完 他問他 甚麼意思玩完 我問他 這裡不是英國 不是美國 這裡是香港 我們是中國人 我們中國人 看你拍了一部電影 你是玩完 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中國人的思想 就會是這樣 你不可以用西方的思想 說很閒而已 一部三級片 錄一下給你看看 很閒而已 我問他 爸爸 你也錄過了 我恨不得 那時候我路是跟張小蕙一齊 七幾年的張小蕙一齊 是一群人 沒有 訊息是說 你真的不要拍 因為你拍完 你就可以忘記了你這個職業 我們香港中國人的思想就是這樣 對不起 不是你的錯 是我們的錯 最後阿仔也聽你說 他不是做主角 但也不用他老 對 是的 但他後來做 他也知道他要做一些很猥瑣的角色 whatever 但那時候他說 我覺得我跟楊導演 阿楊導演談的時候 他很有誠意 我說不做主角 但他很想我做這個 他說我覺得很難吞 OK 這是我明白 所以說幫忙做這個角色 well 最重要是你自己做的時候 你安心你得 你不覺得你自己在做一些 你將來不可以接受的事 但是你聽我說不去做主角 我已經很感恩 一圈圈圈星光背後 有我吳耀翰 想聽足本訪問 立刻上881903.com 節目重溫吧 优优优优优 gestion 都芽